欢迎大家来到ATOS Capital Group ATOS ITOS举办的网络研讨会 我们几乎在每周三晚上都会和各位见面 我是你们的host 大友老师Glen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国债崩盘 金融危机2.0 问号诺奖资本模型大线神通 开始前还是一个风险提示 但是今天我们就不去竹子的念了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自己去阅读一下 然后我在这儿给各位说一下 今天晚上讲座的主要的一些思路和逻辑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其实在推广的时候 大友老师本来是想以技术分析为主要的核心部分 给各位去拓展讲市场的 但是因为我们每次去做市场推广的时候 都是要提前大概两周左右 所以说这两周之内很多的市场的行情 还有很多的大事件会发生会转变 那么每次其实在做推广的时候 我们都尽量的去保持周三的讲座 和两周以前进行的推广 它几乎是能够保持一定的步调 但是有时候确实也做不到 因为市场的变化太快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依然是分成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美联储最新的政策 以及经济预期的深度分析 深度解析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下行行情中 如何通过估值判断入场点 然后技术分析被弄到了第三个环节 如果时间充足 我们就去细看 如果时间比较紧张的话 我们就争取在MT5上面 直接去用指标 然后我们去实战 这样的去看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参加 我们ATOS Capital Group的网络研讨会的话 那么我是ATOS的高级分析师Glenn 大家也叫我大游老师 我是英国富士上市金融公司交易员 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认证的股票经纪人 是有RG146 ADA1 ADA2等多种连生品的交易资格 也是澳大利亚股票经纪人级理财顾问 协会成员在哈佛商学院 以及剑桥大学的加质商学院进修 身兼金融市场评论员 以及多家媒体撰稿人 那么第一个环节 美联储的最新政策 以及经济预期的深度解析 我们看到什么呢 在上周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落地之后 我们发现市场上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本身是在预料之中的 但是最近也有很多的投资者来问大游老师 包括今天上午还有一位小姐姐来问大游老师 说大游老师在以往的美联储加息落地之后 都是发生什么的 落地不久之后会出现一定的回稳 然后甚至是反弹 比如说六月份 七月份八月份三个月 这个触底之后的这轮六七八的反弹 是非常漂亮的 为什么现在不断的下跌 包括上次美联储年会之后 周末的年会之后 导致股指 美国股市 甚至包括澳洲股市 都是全线一直在跌 不断的下跌 这是为什么 那么有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 因为说明大家是在思考 大家是在观察市场 用这个往次的发生的事件 还有这个后盘的走势 和这次进行对比 这是特别好的思路 但是怎么解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是今天的三大股指的走势 从年初 我把这个这个调出了 laser point 这是年初啊 年初到现在 九月末 我们看到道指呢 在昨天晚上 在前天晚上 已经是正式的进入了熊市 就是下跌 从它的峰值下跌 百分之二十 就是熊市了 那么标普 还有纳指呢 其实早在 六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 已经熊掉了 已经熊了 已经是一副熊院了 现在呢 他们再次进入更加深度的熊市 那么纳指其实还好过 这个六月末 反弹之前的这一波 当时我没记错 应该是跌到34%左右 跌得非常凶的 所以说现在三大股指 都齐步进入熊市 那么当然 当这个道指啊 道指虽然只有30家 这个成分股 意外30对吧 30个成分股 但是道指在美国的 这个乃至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 它是非常的非常的重的 重要的地位 然后对投资者的心理 还有市场整个情绪的 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当道指 最后一个也没有守住 也掉到熊市的区间里的话 那么对于市场的这个 悲观情绪 它是起到了一个催化的作用的 那么在这个股指 在催化的过程中呢 我们看到悲观情绪 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 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呢 美国国债 惨遭炮售 而且炮售是加速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这个Bloomberg的图表上面 可以看到在这个88年到90年之间 sorry 这张图是两年期的这个 和十年期的美国国债 收益率的点差 中间这条线是零 对吧 所以当它倒挂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 点差就变成复数了 那么就会跌到零下边 所以每次出现这个倒挂 每次出现这个点差 到成为复数的时候 都是出大事的时候 比如说88年到90年 这个这个衰退 对吧 然后呢 2000年的前后这段时间 这是.com crisis or tech bubble 科技股泡沫爆炸的时候 也是带来的衰退 然后再下一次呢 是07 08 全球金融危机 大家应该都知道 都清楚 再下一次呢 就是这个新冠新冠危机 新冠股灾 新冠危机 新冠疫情 1920年这一段 然后现在在哪呢 现在我们在这里 这个就不是很好 是吧 因为也是出现了 这个同样的情况 所以说是否会有衰退呢 我个人认为是肯定有衰退的 已经衰了吗 已经衰了 这是具体数字 我们要再等到这个 它公布而已 它公布数字 它公布的晚 并不代表说 现在就没有衰退 只是说我们没有看到数字 现在不能去说 已经退到什么程度 所以是这个 经济数据公布 它是有滞后性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 此时此刻 美国已经是在 比较这个加速 恶化的衰退当中了 这是现在的一个经济情况 我的个人看法 那么澳洲的情况 是相对比较好的 这个待会儿 我们再说澳洲 然后呢 很多的这个投资者 也在问大佑老师说 这个大佑老师 债券呢 我总是搞不清楚 这个债券 一会儿有债市有怎么着 这债市跟股市有什么关系 债市跟会市有什么关系 听着觉得特别费劲 其实债市很好的一些 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是US 2-year treasury note 我们上次说过短期的 它叫bill 然后呢 这个中期叫note 再长的叫bund OK 所以两年期的 它是treasury note 它其实没有差别 它就是债券 汉语它就是债券 两年期债券 然后呢 这个两年期债券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我把计算器拿出来 大家一看就很清楚 这是我们看到 这有coupon coupon 3.25% 3.25%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国债 它的这个利息 就是你拿到的息票 叫做coupon payments 是多少呢 是3.25% 那么如果说 我有一千块钱 把计算器调出来 大家能看见 是不是没有显示 计算器 oh not good 嗯 没关系 这样我口述吧 如果我有一千块钱 我买了面值 一千块钱的债券 一千块 比如说拿到一张债券 上面写着啊 US two-year treasury note face value 一千块钱 par value 一千块钱 那么我用一千块钱 乘以 百分之3.25% 就是0.0325 然后我就会发现 等于32块5 那么我这一年下来呢 年息票 就可以拿到32块5 他分两次 给你上半年一次 下半年一次 which means 你上半年拿16块2毛5 下半年也拿16块2毛5 这就是息票 你拿到32块5 但是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左边这里的yield 收益率变成多少了呢 这是现在的实际收益率 是4.347% 而不是上面 这个在购买的时候 上面写的 在债券上写的 3.25% 就说明现在的这个收益率 如果你去买它 那么你每年能拿到更高的收益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我们要这样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 就算我去买到这张债券了 我拿到的这个息票 每年还是32块5 但是我收益率有4.347 那我就用32块5除以0.04347 就会发现我的票面价值 不变的情况下 我买这张债券所投入的钱 只需要747块钱了 而不是之前的1000块钱 也就是说之前可能有这个冤大头 他1000块钱买的 他每年拿32块5 他后来因为什么原因 把它卖掉了 卖的价格是747块钱 接到这张这个债券的人拿过来 他每年还是能拿32块5 那么相当于你只要投入747 能拿32块5 那么你的收益率是不是就上去了 之前那个人是投了1000块 你现在只投747块 所以你是赚到了 赚到收益率 你的收益率就更高过他的收益率 这就是实际收益率 那么你就赚了这个32块 32块5 然后是4.347% 这是你所获得的 这张债券什么时候发行的呢 我们看到它的maturity 它的到期日是24年8月31日 所以说明它是什么 两年期国债 那么现在它的发行日 应该是今年的8月31号 不久前才刚刚发行的这个债券 这样我们就知道 它的收益率和这个 国债价格之间的关系 那么现在的国债收益率价格 是在全线上涨的 两年期五年期十年期 都是在涨的 美国在涨 英国在涨 都是在涨 为什么在涨 这不应该是件好事情吗 不是 它不是件好事情 因为它是被动上涨 而是什么导致的 是因为大家都在 抛售债券导致的 不想要债券导致的 而不是说这个债券特别好 它不是说像我们搞这个基金 或者是有这个对冲基金 或者是什么养老基金 效益特别好 收益率上去了 那是它主动的 这是被动的 它收益率被扑被拉上来的 说明就是它被抛售了 那为什么要抛售呢 抛售是好事吗 它不是好事 为什么抛 因为资金都没有在债势里 而是流向了很多的固定收益资产 比如说因为加息之后 开始上升的利率 而带来的这个定期存款 对吧 定期存款 我们知道现在的美联储的 这个美国的Federal Fund Rate 就是3.25 那么这个 它可以去这个里面 去进行这个定期存款投资 或者说 比如说我们看下一页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十年期的国债 它的收益率也是逼近4% 所以说这十年 如果你买这个 你现在买下来 那么在未来十年内 你的收益率都是4% 将近4% 而它的票面的收益率只有2.75% 那么这个实际收益率和票面收益率的点差的Spread 3.994-2.750 就是你赚到的部分 所以说很多钱觉得 哎 这是很好呀 那么但是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市场认为美联储还要加息 加下来的息会 这个加息带来的这个这个收益率的上涨 就是定期存款的利率 会继续高过这个地方的 这个十年期的这里 或者是两年期的这里 它会高过这样的 那么所以说市场 我们绕这么一大圈 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是市场很恐慌 第二是市场认为美联储还要使劲加息 所以他们连4.3级的这个收益率 他们都不要 他们跑去等着搞这个 一个利率直接挂钩的产品 所以说到底就是利率还要往上走 这是我们第一环节想Cover的这个核心 待会儿我们会要看 美联储在这个经济数据报里边 公布的所有的官方数据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说的两年期 五年期十年期 它都是在往上冲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整体的 Broad-based的一个抛售 债群的抛售 带来的是increasing yield 那么这个75几点落地后 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大货币 对美元的走势 我们发现 美元对这些货币 都是非常凶惨的 美元对Swedish Corona 瑞典的Corona 对日元 对英镑 对于对澳元 还有对这个瑞朗 这些相比呢 就基本上是 一二三四五 Yes 除了加币不在里边以外 其他这几个就是 美元指数的构成 美元指数是对六大 六大货币队的一个指数 那么它都在里边了 我们看到澳元表现 其实是相当坚挺了 澳元 美元对澳元只涨了12.2 对于瑞朗是涨了7.5 其他的英镑 英镑大家可能 新闻上都看到了 非常非常的这个悲催到 英镑日元 还有EUR EUR我没有放上去 EUR OK EUR在里边 也是非常的这个 难受的 就比较评价的跌破好几次了 所以可以看到 美联储加息对会市 还有刚才我们看的债市 以及一开始三大股指 以及股市带来的是一个 这个立体的 多维度的一个暴击 不断在暴击 那么 如果想要去了解 接下来的市场怎么走 我们不能只看这些图 因为这个技术面的分析 它总是 是一个 怎么说 它是一个表象 我们要了解的是 背后美联储 它到底是想干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的 第一环节的核心 在这里 在上周的 9月21号 公布的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老报 和他的十几位 FOMC的 投票委员 一起公布的数据 他们怎么说的 比如说 他说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meeting held on September the 20th to 21st meeting participants submitted their projections for most likely outcomes for real growth domestic products growt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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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mployment in inflation 所以他们这个里边 其实已经非常全面的 包括了 对于 未来 GDP 实际GDP的增长 什么是实际GDP 就是GDP增长 减掉通胀 就是实际GDP 实际GDP的增长 失业率的预测 以及通胀 从22年到25年的 这些 甚至长期 in the longer run 这些数据的 他们的预期 那么为什么要看 美联储的预期 有人说 大佑老师 我看网上有 网上有预期 加息的时候 我看我说 有些网站 他说 可以加多少个基点 这个大家要知道 今天我们在早上 和我们的同事们 开会的时候 也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 一定要清楚 有一些 比如说网站 或者一些财经门户 包括很大的 比如说什么 Refinity Bloomberg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 一些分析团队的 他会有经常去 走访一些经济学家 或者一些行业人士 去跟他们去采样 去获取数据 说比如 20来个人 你们怎么想 认为下次加多少个基点 他是通过 做survey的方式 来获得这些数据 但是那些想法 不是美联储的想法 那是外边的人 他猜测 美联储 接下来会怎么办 所以那些数据 用来做参考最好 不是这个核心 核心就是得看 美联储 他公布的数据 所以我们看第一页 六月到九月的 各大经济指标的变化 我们看 Table 1 Economic projections Federal Reserve Board members and Federal Reserve Bank presidents under their individual assumptions of projected appropriate monetary policy 我们看到 就是他这些 联储的成员 他们对未来 今年全年 明年全年 后年 大后年 以及长期的数据的预测 我们看到 在每一老人 这是这样 可能有点小 第一个是Changing Real GDP 就是实际GDP的增长 变化 他下面会写个 June Projection 就是因为他上一次 在公布的时候 是在六月份 那么六月份 他公布的预期 我们看到 当时在六月份 大家认为什么呢 这个美联储的 这些成员认为 那个时候 来盘到我们 2022年的经济增长 是可以达到1.7%的 那是很好的数字 1.7 明年1.7 然后24年1.9 但是现在 九月份的 Projection是多少 就是21号 这次他们公布的是多少 是0.2%呀 亲爱的 这只有0.2%了 非常低 与前一次 三个月前的 物质相比 少了1.5% 只是就差没有到零了 非常少 所以这第一点呢 就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 股市 债市 这个汇市的变化 很大的原因 我们已经找到了 在这 GDP下降非常厉害 这又说明什么呢 衰退肯定已经在里边了 这都不用多说 不用等到说 我看到这个第三季度 Q3的GDP 什么时候公布 我再来猜美国在 是否真的在这个深度衰退里 肯定是在深度衰退里了 只是说它是有多深而已 所以现在2022年 全年GDP 增长是0.2% 他们这样预测 因为接近 特别现在接近年底了 所以它的这个数字 应该是更加的准确 比之前的1.7的 这个精度是要更高的 那明年2023年是多少呢 是1.2% 24年1.7 25年1.8 然后longer run 1.8 我们就注意到 24年和25年的数字呢 它就差的不是特别大的 因为长期来说 in the longer run 所有的这些 比如market efficiency 经济变化 它都会最终的会 这个区域 这个被smooth out 最后都会变少 OK Central tendency 这是一个统计学的术语 就是说我如果把 这个12位投票委员 他们中间最高的三个值 和最低的三个值去掉 放到中间来 它大概是什么区间 我们看到 这些投票委员 剩下的这些人数里边呢 他们的预测是在 就经济的这个增长 是在0.1到0.3 所以取了个中间值0.2 这也是正常的 明年0.5到1.5 也是非常的低 低过于这个前值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区间很大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range 就是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 那么看0到0.5 那么有人认为是 今年可能是不增长的 是大有人在 明年-0.3到1.9 那么明年有委员认为 投票委员认为 最低可以到0 -0.3 后年大后年就差不多 就基本过去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unemployment rate 失业率 那么June quarter的projection 是这个3.7 3.9 4.1 和现在9月份的预测 差别不是很大 因为现在 包括前几次讲座 我们一直在说 美国劳工市场 还是非常强劲的 对吧 它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是很强劲的 所以这个 unemployment rate 在上一个 一次预测中 和目前的预测 它几乎是保持一致的 接下来很重要的 就是PCE inflation PCE和CPI是差不多的 它有一些的这个差距 比如它采样的 商品类别有不同 然后它这个计算的方式 比重也有一定的差别 但是PCE inflation 是美联储用来统计 通胀 它们的第一个 首要的指标 是PCE 而不是CPI 这是美联储用的PCE 因为它美联储的目的 不是说我到底要看通胀 要涨多高 它不是以这个 这个叫什么 trading 从这个financial perspective 来看 它们是以物价稳定 老报说过很多次 stability of prices on products and services 所以老报说过很多次 我们所以PCE看的是 物价真正的老百姓的消费的 对生活影响的这个通胀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 PCE inflation比6月份的预估 要高了0.2% 然后明年也是要高出0.2 后年高0.1 25年基本上就持平了 coinflation核心通胀 刨出一些个别的 这个商品和服务的 实际的这个核心通胀 那么也是高于前置的 今年高于 今年9月高于6月份 0.2个百分点 然后这个明年呢 是高出0.4个百分点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6月份 它们在做projection的时候 认为什么呢 23年是非常乐观 觉得没有问题 一定能压下去 moment A 结果呢 现在我们看到 23年实际的 这个9月份的预测 是变成了3.1 比之前高出0.4 所以实际情况呢 不是像之前想的这么乐观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 看到了三大股指的 起步反弹 都弹上去了 那个时候的情绪 是很乐观的 因为看 6月份预测 我觉得23年 美联储认为 通胀会下来 下来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 6月份到8月份 一路上去 然后8月底打下来 是因为 美联储开始 继续释放这个 硬派信号 然后这个 Jackson Hold 年会上面 那8月把这个通胀数据 再次传递了 美联储的这个 这个commitment 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6月到8月 为什么涨 现在回答大家的问题 然后为什么 8月之后跌 也回答大家的问题 因为现在 GDP非常难看 这就是第一个图 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未来几年的 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 未来几年的 GDP 失业率 通胀和这个核心通胀 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那么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 肯定会觉得 比如我现在冲进去 就这个叫什么 缩哈 是吧 那很危险 对不对 同志们 你去缩哈 一个人 凭一己之力 和美联储对着干 这个不明智 不明智 OK 那么看到这个 第二章的Figure 1 Change in real GDP 我们看到 看到这个 17年到2020年 到21年中 这个蓝色的这个曲线 它是实际的一个 已经过去的 过期的数据 历史数据 sorry 历史数据 那么2022年 现在的预测是什么 红色的这个条线 叫做Medium of Projections 蓝色框 是Central Tendency of Projections 这个公字是Range of Projections 所以Range越小 说明这个投票委员之间 在投票的时候 他们的分歧是很小 所以说我们看第一个图 这个工字非常短 就说明 投票委员认为 今年的经济 都不是很好 他们基本上是一致这样认为的 只是有很少的分歧 那么看到明年 二三年 我们发现这个工字 就拉得很长了 顶和底之间的这个直线 是非常长的 那个时候 用同力可以推测的出来 那个时候的这个 这个投票委员 对于明年的经济的这个增长 就存在较大的分歧 最高认为啊 有到百分之二的 最低认为 有百分之零以下的 刚刚我们也看过了 这个零以下的 这就是这个明年的情况 那么后年 稍微好一些 出现大部分的往上增长了 the lower band 最低的这个预测 都是在百分之一左右了 一次类推到这个 Longer round 跟二五年是差不多的 红色呢 是Median Projections 就是所有的委员 他们投票的这个中值啊 中位数是多少啊 那你看到中位数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关键的参考作用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 缓缓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说明年 今年明年后年的这个经济 美国的实体的这个 real GDP增长 它其实是 目前来看 它是一个缓不上行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如果有人要说 哎我要去梭哈 我要去怎么样 我把这一月工资拿出来 不行就吃土 那这个 这个也稍微等到明年啊 市场行情清晰后 你再做这种宏观的 长期的这样的雄心壮志的这样的策略 现在的策略应该是以短线波段交易为主的 比如说像这个道指连跌啊 六天了 昨天晚上是连跌六天了 那么我说过很多次一个道理 很简单 哪怕是拍脑袋可以交易的 就像抛硬币 是吧 它有有正面和背面 那么股市它在结束的时候 它其实是三个概率 涨 跌 或者是平 平盘的概率非常之小 你可以暂时把它拿走 那么涨和跌就两个的话 涨是50% 跌是50% 对吧 就是两个结果 那如果它第一天跌 你是相当于 跌到了 是拿到50% 你是50-50 第二天再跌 那么你的概率就是什么呢 0.5 就是50% 乘以50% 等于25% 如果第三天再跌 你就再用再乘一个0.5 第四天再乘一个0.5 你现在已经6天了 所以是0.5乘了0.564之多 那么这个概率就已经非常低 大家可以自己用计算器去敲打一下 0.5乘0.5乘0.5 一共乘6次 概率是多少 那么相当于第七天 如果它还要再跌 再以收盘的话 那么这个数字将会越来越小 相反 它收涨的概率是不是就增加了 100%减掉 你现在这个乘出来的非常小的数字 那么你上涨的概率就变得很大 因为不可能一直连跌下去 除非这个要有什么世界大战 什么这些事 这些很不可抗力的事情 否则的话 它是增加的概率比较大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单纯的从统计学的角度 抛开技术分析 抛开基本面分析 只从统计学角度来看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而这个策略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短线的 我押的就是这一次 我不要说我赌到明年6月27号之前 它一定怎么样 不要有这种特别 长期特别宏大的想法 现在就是拨断短线交易为主 可以用技术分析辅导 帮助自己 也可以比如说等这周五 晚上10点半 要公布的PCE数据 也可以等那个 Risk Events News Trading 这也都是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如果它 这个这两天还得跌 星期五出来数据的可能性 对市场带来利好的可能性 其实是不小的 因为跌了这么多 到时候反弹 另一波的概率也是在增加的 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去 去布局去思考 这样就会来的 我说好 大佑老师 给我留条裤衩 我要上了 这个这样想法是不对的 不健康也是不优雅的 那么看 Unemployment Rate 同样的想法 可以看到这个 就业市场是比较稳定的 基本上是平行在走的 劳工市场非常强劲 这个就不多讲了 PCE Inflation 很重要 很重要 今年大家可以看到 PCE Inflation 在6%以上 高值 这个峰值在6以上 最低的水平也在5以上 说明 投票委员里面认为 嘿 6%以上的 这个年底之前 达到6% 保持在6的人 还是很多的 5%的人 也是有的 大部分人认为在哪呢 中间的人认为 应该在5%到6 这个之间 真正下来是什么时候呢 是明年才会下来 但明年最高的人 也认为是在哪 在4 并不算低 最低的认为 也在2以上 Medium 在2和3之间 也不算OK 因为美联储的目标 他们说的很清楚 是把通胀 压回到2% 这是 鲍威尔亲自说的 他说的也非常明白 那我说过很多次 鲍威尔这个人 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这个 学术派的老同志 他是言出必行的 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他不是一个伪君子 他是言出必行 他是有信用 有承诺的人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 当他说 20%目标 那么明年 4%最高 那你距离2 还是有很大段距离 甚至这个Medium 距离2 也还是有距离的 所以说在上半年 就开始去判断 通胀差不多了 美联储还收手了 这样的想法 也是比较premature的 比较早熟的想法 不太明智 要等到 我觉得应该 按现在的数据来判断 应该到 这个三四月 四五月以后 再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到下半年 六月份翻过去之后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拐点了 那拐点 我现在认为 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时候 24年 我们看到可以 就在继续的这个Medium 再次跌到了附近 25年 和25年之后的Longer Run 才是2% 那么这是他们的目标 但这也有一种Bias 因为这是美联储 他们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们可能也是 带有一种的 这个Wishful Thinking 在里面 觉得我们觉得 是这样子是最好的 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大家要注意 他们在发表这些言论 和这些数据的时候 他们是被全球投资者 和这个金融机构盯着的 他们是有很重的义务 很强烈的义务感 责任感在里面 他们不能去瞎说的 所以这个 大家可以基本作为参考 接下来去交易的 一个长期的环境的思路 再往后 Coinflation也是一样的 跟这个PCE是差不多的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大家很多金融媒体都在说 点阵图 这个讲一大堆 我看过很多 很多国内知名的媒体上面 讲点阵图 都是讲的一塌糊涂 就是我就觉得 如果有些他能留言的话 我想问一下 他们在哪里 获得的这些思路 是谁给他们的勇气 能够这么去瞎讲的 是不是梁静如给他们勇气了 我经常是这样想的 或者是他们这文凭 在哪买的 我也想去问一下 点阵图其实非常的简单 没有这些人说的 这么云里雾里的夸张 我就说有的人 他说不清楚东西 就是所谓他是分析师 他讲不清楚东西 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自己不知道 他说不清楚 他把说多了 你去问他 是这样吗 他就卡住了 所以他们把东西说的 云里雾里全是那些 非常接决奥牙 晦涩难懂的词 拿来给大家讲 那都是坑人 非常简单 怎么看 下面 第一 我们看这第一个左边 这几个小点 这一组 左边是2022年 右边的数字是什么呢 0.51 1.52 increments到6 percentage points 就是利率 右边是利率 下边是时间 时间利率 好了 那么有这两点 我们就看时间 锁定 2022年 今年 找的小点在哪 我们看见小点 一共有多少个 12个小点 右边的这个4和5之间 他有多少条线呢 包括4和5 12345 一共有5条线 OK 这小点 他在线上 他不在线上 他在线之间 那就很简单了 4到4.5之间 他多了一条线 他是什么呢 他是4.25 在这个地方 4.25和4之间 有多少个点呢 1234567 太小了 看不清楚 有这么多个点 就这么多个点在这 就是4和4.25之间 因为美联储 美国的 Federal Fund Rate 它是有个区间的 它不像澳联储 他们看 我就定这么多 是个固定的值 美联储 它是有空间的 4到4.25 或者是4.25到4.5 这样的去增长 目前是3到3.25 所以说 现在这样看的话 认为年底的时候 美国的官方利率 定在4到4.25的 投票委员 有这么多个 大概 1234 Oh my god I can't see it 有这么多个人 他投票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认为在4.25和4.5之间的人 有这么多个 比之前这个 比4到4.25更多 然后有极少的人 这个非主流 他认为是在4.5到4.75 有一个同志 他非常的搞特殊 还有认为在3.75和4之间 也有一个 OK 这两个同志 我们可以先不要管他 我们可以把重点集中在 第一组和第二组数据里边 所以大部分人认为 是在4.25到4.5之间 那目前是3.0到3.25 年底如果到4.25到4.5 中间相差是多少呢 相差125个几点 也就是相差1.25% OK 差1.25很好 那为什么呢 也符合现在的市场情况 我个人 也会更倾向于 今年年底之前 要加到4.25 4.25到4.5 因为我们从现在开始到年底呢 还有两次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还有两次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利率决议 第一次在11月1号 第二次在12月10号 左右 所以说这两次呢 一次 再加75 一次加50个基点 加才正好125个基点 也符合目前的其他这个 美联储释放的经济数据的推测 是吧 因为明年上半年 还会再有继续增长的 这个通胀还是在上去的 利率还会往上走 但是已经到 如果到年底 那下半年就可以 经历拐点的话 那么上半年就 没有必要再继续用75个基点去砸 上半年可能就只用50个基点去砸它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12月加50个基点 11月加75个基点 也是符合这个逻辑的 这就非常好看了 所以这个点真图的 第一个时间点就告诉我们这个问题 年底之前 可能还要加125个基点 一次75 一次50 这是目前判断的一个方向 大方向是这样的 当然可能在11月份的这个决议前 又出现什么新的数据和变化 上下的这样 两排的这个小点的数量 可能会发生变化 就是这票数可能会有不一样 然后我们看到23年 23年我们就看到了4.25到4.5 就是23年底 2023年12月的时候 利率会在什么情况 是什么位置 那么有不少人认为是在4.25到4.5 也有同样数量的人认为在4.5到4.75 还有同样数量的人认为是在4.75到5.0 有更高的 那么如果是上面的这个情况 4.75到5.0 就说明经济已经 这个通胀就继续失控 非常糟糕的情况 是能达到5.0 比较中性的 其实是我更倾向于4.25到4.5 这是明年的情况 到后年呢 我们就发现这个点阵呢 它被spread out really widely 从最低到2.5到2.75 最高是4.5到4.75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 因为时间距离现在还有两年 非常久远 所以大家的看法和观点 也是非常的不同 分歧非常大 到了25年的时候 最好的情况 以及longer run 就是这样利率放在2到2.5之间 也就是2.0到2.25 或者2.25到2.5 那么这个就叫什么 就是neutral rate 就是当官方利率和通胀是同样的 以澳联储的这个 这个例子来做的话 就是说在通胀在2%到3%之间 然后利率在2%到3%之间 通胀是2.5 那么利率是2.5 这是最完美的情况 所以说在美联储的这个dot plot里面 就是这个点阵图 他们认为 当然他们也是希望 能够在这个长期来看的 利率是能够在这个通胀附近的 因为做不到 可能会被赏这个一帐红吧 这个就是dot plot 大家希望今天大家大悠老师 给各位分享了这个看图的方式 大家以后就去 在自己去看这个点阵图的时候 可以 不要被有一些那种 山寨分析师带到沟里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自己去判断 OK 下一个 League 5 Uncertainty and Risks in Projections of Federal Funds Rate 这个好像没有太大的价值 这个package 大家可以在美联储的网站上找到 如果您没有找不着 或者是懒得找 您可以联系您的客户经理 我会把这个 这整份PDF发给他们 然后他们可以转交给您 您可以自己去看 然后和他们去讨论 和他们去碰撞您的这个交易思路 没准您的思路比他们的还要优秀 OK 第二个环节 确实今天更干货的在这个环节 比技术分析重要的多的多的多 所以说今天如果时间来不及讲技术分析 大家也不要这个特别沮丧 技术分析我们可以移到下一节课里面去讲 因为大悠老师现在基本上 这个承包了所有的周三讲座 所以大家可以经常的见到我 有特别想了解的这个行情 或者说一些知识点 或者说是分析的技巧 和和技术技术 技术面的基本面都可以 都可以和和客户 您的客户经理去反映 然后呢他们再转交给我 然后我去整合 就有很多机会的 所以如果来不及大家不要失望 因为接下来要讲的如何在下行的行情里边 通过这个估值判断入场点 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方式 首先我们知道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叫做capital structure 就是资本结构 以及企业的融资成本 这capital structure呢 就是一个金字塔 非常简单 我们知道在一家企业里边 他这个企业 他特别是上市公司 他会有很多种的资金来源 那比如说债务 他发债对吧 发行企业债券 然后这个债务投资者 他去买 debt investors 我来买你这个苹果公司 大公司不会倒 你不会欺骗我们吧 我们买点你的这个企业债券 他买了债券 OK That's one 或者是觉得 有的人觉得这个债务投资的 好像收益率比较比较低 比较固定 他觉得没意思 他想来点猛的 我年轻 我今年才47 我准备干票大的 可能有这样的人有想法 他就来买这个股票 那么债务和股票 就是企业债券和股票 最大的差别在哪呢 就是他的seniority 就是我说他的这个等级不一样 当一家公司玩独子的时候 比如说2020年 Virgin Australia完蛋了 对不对 维珍澳洲的这个维珍航空公司 他完蛋了 那么他完蛋之后 他是企业是剩下的是什么呢 飞机啊 什么行李传送带啊 是吧 小卡车呀 飞机餐 他们还卖飞机餐 当时我就雷死了 住在机场 墨尔本机场那边 Tollamarine那边的 有几个朋友 他们把过去买那个飞机餐 就是飞机上的盒饭 一块钱一份 有一个人他开了辆SUV 还有个trailer过去 买了几百份 我这墨尺难忘的 这个画面感 他买完之后被人拍到 在这个 发到这个社交媒体上面 都看到特别是 所以你卖便当也好 你卖飞机也好 还有Virgin 他还有一些lounge 对吧 有这个贵宾厅啊 这里面的沙发呀 椅子呀 没有喝完的半瓶的香槟啊 这都是他的资产 是吧 他可以卖的 可以赚的 可以换钱的 那么在这个企业 已经进入这个资源接管也好 或者进入清算的这个环节也好 他所有的资产都会被变卖掉 都会被liquidated all assets will be liquidated 用来干嘛呢 换出来的钱干嘛呢 用来给债务投资者啊 senior debt senior debt是级别最高的 所以如果能 假设说为真的 这飞机乱七八糟卖下来 能卖一亿啊 假设说一亿 那么发行的债券啊 高级债券 他发行了八千万 那么这一亿 首先要来给这八千万 顶上的这些人 会先拿到他们的钱 然后剩下的这 钱呢 去哪呢 中间这个地方 就是mezzanine debt mezzanine debt 叫夹层债务啊 它不是一种 这个特殊 就是不是一个具体的债务名称 而是指他夹在哪呢 他夹在高级债券和 股权投资者之间 就是他的优先级别 高于股权投资者 但他的优先级别 却又低于 高级债券投资者 所以剩下的两千万 有一部分又可以给他 又可以mezzanine debt 再剩下的钱呢 给preference shareholder 最后的 如果还剩 就给ordinary shares 我记得 维珍的例子里边 应该是 我不太记 不太确定是 给ordinary shareholders 还是给 这个mezzanine debt investors 是给了几分钱啊 每一个unit的 of equity 还是这个debt 是给了几分钱 是非常惨的 当时维珍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个 只是举个例子啊 这个跟这个 今天的内容呢 他这个企业的 融资成本 他没有太大关系 我们要讲这个 capital structure 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 一个企业里边 他获取不同的 资金来源的时候 他的付出的成本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发行企业债券 我要 我是苹果公司 我发行这个 100个亿的债券 但是我 因为我需要100亿 但是我 我不能说 这个我是Tim Cook 来来 我给你 小兄弟 我看你是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你过来 我给你写个欠条 100亿 我到时候还给你 这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地主家 地主家傻儿子 也不信任 这个骗不着 所以怎么办呢 企业在发行 corporate debt的时候 他就会有coupon payment 就跟我们一开始讲的 国债的收益率 那个地方是一样的 就是说 100个亿里边 我的这个债券的收益率 是5% 那么我 一年下来 我是不是得 发出去 多少呢 发出多少去的席票呢 发多少利息出去 就是100亿 乘于5% 就是5个亿 那么这5个亿 就是我获得 这100个亿的成本 我每年就要 要付出5个亿的代价 这是我的成本 那么mezzanine debt 它是一个 风险级别 更高的一种债务 所以它的seniority 在senior debt下面 那么他比如说 可能是这个 这种债 这种 这种债 这个叫什么 这个债权 它可能是专门用来 fund specific projects 比如说 苹果说 我们要发明 智能化拖拉机 我研发这个新产品 这个例子不好 比如说Dyson Dyson当时要搞 这个电瓶车 对不对 大家应该有印象 Dyson这个做牺牲器 什么电吹风 很厉害 他们当时要搞电瓶车 那么他可能会发行一些债券 专门用来给这个电瓶车的 这个研发 那么这样的研发 它风险是很大的 因为市场里面 已经有Tesla 已经有这 奔什宝马 这些老牌子 他们也在跟上 所以对于Dyson 去搞电瓶车 这个计划 它这个项目 风险是很高的 那么为了 满足投资者的这个风险偏好 以及对他们的这个付出 予以它相应的回报 那么Messon Debt 它的收益率就要更高 所以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更多 比如说它是10% 我也需要100亿 那么我为了获得这100亿 通过Messon Debt 获得100亿 我就需要付出多少呢 10亿 每年付出10亿的息票 得发这么多钱出去 OK 这就是Messon Debt 然后呢 Preference shares 是优先股 在美国叫 Preference stock 然后这个 Ordinary shares 叫做common equity 或者common stock 但是在澳洲和英国 叫Preference shares 和Ordinary shares 所以Preference shares 那道友老师 这股票怎么分呢 那么Preference shares 和Ordinary shares 它的差别 最大在于 Preference shares 基本上是有 固定的股息的 固定的Fixed Dividend 所以说 比如说你的这个 优先股的面值是100块钱 100块的面值一股 然后呢 你每年 这个固定发的息票 不是息票 这个股息是15块钱 那么你的Preference shares 的成本就是 15块钱 除于100块钱 等于15% 这就是你的成本 Preference shares Ordinary shares we can work pretty much in the same way 这个稍微复杂点 Ordinary shares 计算 有时间有限 我就不去拆开讲 但是只要让大家知道 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我每一项 每一个来源的 这个资金 都是有不同的成本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 这是从Fact Set 上面拿到的一张图 今天的非常新鲜的 烫手 可以看到 这是苹果公司的 Fully diluted equity capitalization 我们看到 Basic shares Common stock Diluted shares 下面有 Short term debt Long term debt Long term debt Less current portion 我们看到 它有不同的 这个资金渠道 这个股票 市值有多少 发行多少份 股价多少 如此如此 这些这些 短期的债务 长期债务有多少 那么 一家正常的 这个真实的公司里面 它就会有这些构成 所以说 在计算这个 资金成本的时候 就会用到一个公式 叫做WACC 就是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非常简单 不要被这种可怕 这个很长的公式 吓到它 第一个 WD 是Weight of Debt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要获得 100个亿的资金 我打算 40%是通过 发行企业债券来获得 那么我这个地方 就是多少 WD是40% 就写了40% KD 就是Required Rate of Return for Debt for the Corporate Debt 那么我刚才说了 5% OK 放5% 1-T是什么东西 T是Tax Rate 1为什么要减到Tax Rate 要乘到里面去 因为企业在发行债券之后 给出去的这个 息票 它相当于是成本 它是可以抵税的 至少在绝大多数国家 是这样的 是可以抵税的 所以说这是成本的 你可以 相当于如果税率 像澳洲是30% 1-30% 70% 所以说你实际付出去的 你的花费是只有70% 这么多 那么加上后来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优先股 打算用30% 优先股的这个股息 sorry 息票 股息 That was right sorry 股息出于它的面 票面价值 就得出了它的 Rate of Return 就是你的成本 你的优先股的成本 乘优先股的比重 再加上普通股的比重 乘以普通股的成本 全部加在一块 你就会得出 我为了获得这100个亿 我的总共的平均 加权成本是多少钱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在了解了这么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两位 这两位大咖 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 两位诺奖经济学奖的 这个得主 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 来理解接下来美股 澳股 以及全球资本市场 接下来走势会往哪个方向 这个道理就是非常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参考了 那么他们两个老同志呢 这个 已经嫁合习去了 看到这个 他们有两大论点 第一个就说什么呢 在特定的环境下 企业的融资渠道 与企业的价值 没有半毛钱关系 比如说一家公司 我们说左边这个 40%是由股权构成的 股权什么的 优先股 普通股 60%是由债务构成的 长期债务 短期债务 风险债务 mezzoning debt senior debt whatever debt 这样的一个组成 和右边比如倒过来 40债务 60股权 甚至说80股权 20债务 它是不发生关系的 他说在特定的情况下 比如说 在不考虑 这个税收 税率 以及不考虑 有些市场上的 一些特殊的 这个事件的情况下 那么这家公司 它的价值 它的价值和它是用什么方式去做funding的 没有关系 就是你一块蛋糕 你横着切 竖着切 你切完把它拼回去 它还是一块蛋糕 还是只能喂10个人 那不能说你这么这样切 我可以喂20个人 不会那20个人 那每人少吃一点 是可以喂20个人 但是呢喂饱10个人 无论你怎么切 它都只有那这个切法 然后呢 喂饱的还是10个人 这是第一个 他们第一个论点 第二个论点 就在现实的环境中呢 当一家企业的资本结构 这capital structure里面 它的债务比例越高 debt越多 那么通过股权融资的成本 就会随之增加 就是说 按照这个 最终导致相应的企业价值下降 那么在第二点的话 这个论点中 就说明左边这个 因为它debt有60% 对吧 右边debt是40% 那么在左边的这个情况下呢 这家企业 因为它的债务比例比较高 所以它去融资 通过股权融资的时候 它的成本就会很高 哎 为什么 右边这个债务少 它去通过这个 股权融资 我们这60%的时候 成本就会比较低 哎 为什么 回到我们刚才 一开始的金字塔里边 如果这家公司的债务啊 我们看一下 刚才的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吧 这是一个正常的 比较平均的一个情况 senial debt mezzanine debt preference shares ordinary shares 如果现在变成 上面全是债务 下面是shares 那么问题就来了 根据这个 公司可以参考啊 那么如果这家公司 它所有的 所有的70%的资金 是由债务来获得的 那么刚才说了 seniority里面 按照等级来说 如果这家公司玩独子了以后 钱是给谁呢 卖飞机 卖盒饭 卖完给谁 肯定不是给shareholders 是先给debt holders 然后剩下多少 给shareholders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这家公司的风险 其实是非常高的 它70%是这个债务 那如果我每年赚的100万 今年如果说我赚100万 好 我70%给debt holders 给70万给他们 shareholders可能给个20万 剩下10万 我用来做别的 research and analysis sor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扩张可能是 各式各样的事情 可以去做 那么这个情况下 如果今年我赚100万 好 shareholders还是有 有钱拿了 有汤 有汤喝的 如果今年业绩不好 只赚60万的 那你要你每年给这个debt holders 你的obligation 你在不违约的情况下 你是要给70万的 如果你今年只赚60万 好吧 说70万吧 60万可能太可怜了 如果你今年就赚70万 那你所有钱都要给debt holders 那么shareholders 是不是就没有钱拿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可能好 散户投资者可能不知道 我进去买了 糟糕了 套住了 这可能是散户 就这样了 没办法了 但如果是机构去买 金融金融机构 他们去买 或者投行去买 他们对于要买这种shares 这种capital structure的shares 他们就会要求什么 就会要求很高的回报率 那可能是我不买shares 我不买ordinary shares 我买你的preference shares 我买你优先股 你确定每年要给我多少股息 这种优先股 但是你这个股息 是不是就要给很高 不然谁去买呢 但既然你股息要给很高 是不是说明你在通过 股权融资的成本 就会变得很高 就高过刚才这个例子 因为这个是60% 高过这个 这40%是debt 60%是equity 这现在是60% 40% 我们的例子里是70%是debt 30%是equity 所以说他成本就会变得很高 那么所以说债务 和这个债务高的公司 他的这个运作成本 他的风险就很高 但是这不是每个公司能避免 哪怕你的债务比例都比较小 他也是无法避免的 首先所有上市公司 他包括有些不上市的 他都是有债务的 他们都是带着杠杆在战斗的 都是有杠杆的 刚刚我们看了 苹果公司也是有很多的 短期长期债务的 那你在看 像纳斯达克里边 那些科技公司的债务 都有多少 对不对 还有些刚刚startup的 有些venture capital 他在这起步阶段 没有不好意思 正好赶上老抱加息了 你们不好意思 你们哪聊着 能坚持住就坚持住 坚持不住就回家找妈妈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说很多起步的公司 还有一些本身 我们说过很多次 科技公司的运营成本 本身就是很高的 他的资金要求量 就是很大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市场的流动性固件 因为每年出来加息 他在做quantitative tightening 所有钱在往回流 市场上的水越来越少 那么这些公司 他为了能够有水喝 他会怎么办 他会提高他的debt payout ratio 就是提高他的coupon payment 就之前5% 我可以 苹果刚才举例子 苹果要100亿 我5%就可以拿到 因为那时候钱很不值钱 美联储疯狂放水 市场全是钱 5%可以啊 现在市场没有钱了 少了 那这个debt 5%我拿不到了 大家都在竞争 为了抢这些 剩下的水源都在抢 所以可能要把debt coupon payment提高了 8% 9% 10% 这样的一个思路去想 所以所有的市场上的 上市公司 他们的利润 他们的这个运营成本 资金成本 然后才才才谈那场运营成本 都是在日语 这个每天都在这个 呃 day by day 都都都都在增加 这样的一个过程 非常的 利空资本市场 利空股权 利空股票的一个大环境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股市也在不断的跌 啊 然后再说回来了 股价股票 在debt都都很难满足的情况下 股票又就能成什么样的 然后为什么 debt不仅是这个 debt coupon payment 就是这个呃 债券的呃成本 企业发行债券的成本 他不仅是企业之间在 互相竞争 带来他上升 这样一个情况 还有我们一开始讲的 我们看到美国国债的被抛手 那你你国债的都四点几的 这个收益率 企业债券 他能高到哪里去呢 一个企业破产 和一个政府完蛋 特别是在美国情况 一家美国公司完蛋 和一个和美国政府完蛋 哪个概率大 大家这个拍一下脑袋 或者拍一下屁股 都能想得到 所以说对于企业债券来说 他们的竞争非常激烈 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所以在美联储停止加息之前 为什么 这个股市 不能去盲目的去看涨 说哎好了 差不多了 我记得这个昨天晚上 呃 谁谁什么 二九给我托梦了 就在这个地方买 这肯定是不行的 这是二九来坑你的啊 肯定是不能这样想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在开片的时候 我说有有很多投资者来问 大悠老师现在为什么 是把之前加息之后 开始反弹了 靴子落地 很多人爱讲这个话 靴子落地 靴子落地 我觉得这是nonsense 靴子落地 doesn't make sense 市场是一直在为未来计价的 所谓的这个靴子落地 这种这种讲法 它就是短线 price actions 它是一个价格行为 它不是什么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不要想那些特别特别浮夸 特别虚华 没有实质的词 一切的是股市也好 会是要它一切变化 全是来自于capital the cost of capital capital structure 就在这里 只是说很多 我刚才说很多山寨分析师 他不懂这些东西 他跟你讲的绕的满天 很夸张 我觉得我们这样听下来 我觉得是很清晰的 看到这个资金成本上升 企业运营压力增加 它的利润空间减少 它的股价下跌 资金本来也在往外流 流到定期存款 流到这些固定收益资产里边去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 U.S. government bond 刚才讲的 你看4.2 两年期4.2 五年期将近4% 十年期3.7 非常高 然后 这是同样的 这是企业债取 我们看到这个 sorry back here 两年期的 国债收益率4.21 3A级目的的AAA corporate bond 它的收益率涨到什么呢 涨到了4.65 所以说你看企业 我刚才说 企业它为了去和这个国债去争算 你们不要投国债来买我们 我们给你多一点 还是多不少呢 是吧 2074.21 国债 这个企业债券是4.65 这是最好的 AA级的 AAA AAA 它可以和国债比 因为它是评级最高的 那么我们再看 BB的 就是不太好的 BB再往下 就是非 非investment grade Triple B以上是investment grade 是很好的 一下就不好了 那么Triple B肯定是不如Triple A的 我们看到Triple B的 收益率有多少 5.75% 嘿 两年期收益 国债收益率是4.21 Triple B的这些公司 它拼了 它给你5.57 那它给你5.57 之后 它剩下的钱 去哪里呢 对不对 它为了用这个 获得它的赖益生存的资金流 它肯定要把利润里的 很大一部分拿来给 这些Triple B级别的投资者 然后Triple C 我今早看的时候 应该是接近8%的收益率 所以从这个资金的角度 从这个收益率的角度 还有从这两位 刚刚我们说经济学家的得主 他们的这个资本 这个模型里边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的大环境 就是在往下走的 所以说 目前 我个人的想法是在短线上去抓反弹 抓一波反弹 然后 快进快出 然后可能参考一些技术指标 去辅助大家做判断 但是 在明年的行情明朗之前 不适合去 穿着裤衩去缩号 这个很危险的 如果要去做经济事件 比如这个Trade News的话 第一个是这周五晚上10点半 PCE会出来 可能会有一小波反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11月初 是美国的中期选举 应该不会特别糟糕 那个时候 但是也 不会特别好 我现在来看 不会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 剩下的两次加系里的第一次 那个你说 不可能说今年第一次 我加50个基点 为了配合政治面 然后之后我又加75 那么这个市场肯定要乱套 因为说你这个都缓和下来 怎么又开始使劲呢 老报怎么回事 肯定不对 所以第一次应该是75个基点的 概率大 第二次是50个基点 那么第二次已经在12月中了 这个50几点 所以在这个中期选举 未必是一个 这个很好的 就是去去做多的时间点 所以现在来看 因为虽然距离11月 还有一个半月多 所以现在来看 还是大家以这个短线波段去交易为主 然后包括是这个汇市 美元对这个日元 美元对英镑 美元对欧元都可以去试着抓一下反弹 但是不要恋战 不要觉得 哎 都是历史最低点 我赌 英国央行能在1比1的地方守住 这样想法 这个 这个没有太大的理论依据 这是一种信仰 这是一种赌博的心态 英国现在我就说 尽早跟这个我们同事还聊 就是说英国现在是双赤字 Double Deficit Twin Deficit 第一个Deficit是那什么呢 是Current Account 就是它的这个经常账户 它的贸易上面 它是赤字的 就是说我买的东西比我卖的多 我花钱花的比我赚的多 是吧 很多小年轻都这样 花的比我赚的多 然后呢 第二个第二点 这个是它的Fiscal Account Deficit 财政账户也是 支出比收入多 那它支出干嘛呢 为了帮这个英国老百姓 缓解 这个能源账单的压力 对吧 这个打仗对他们 欧洲 英国是退欧了 但你这个地理位置 还是在那的 所以对这个 能源危机的影响 非常之大 所以老百姓的账单 非常厉害 我刚刚在开始讲座前 和一个同事聊 还说他们这个 我看到的 应该是Wall Street Journal 上面说一个英国老太太 她今年的电费账单 她涨了十倍 非常的惨 她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所以涨了十倍 对于老百姓 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一个涨 一个老百姓涨十倍 那要出乱子的 这个不维稳是不行的 肯定是要 要hold住的 所以说英国在这 双方面的在大型的开支 然后呢 这个对于你支出多 你收入少 那么国际收支 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国际市场对英镑的需求 是不高的 肯定是低于英镑 对其他货币的需求的 特别是对能源的清算 很多是美元来清算的 很多的英镑去买美元 然后换美元 然后买能源 那么英镑对美元 它的下行压力在这很明显 第二个是投资者 对于英国未来经济的前景 你支出这么多 兄弟你什么时候能回得来 是吧 这个对你们英国的这个guilt 就是它的 它的英国的这个债权叫guilt 国债 你是否能够 是否有违约的风险 其实是 当然是有这个风险 风险也是在增加的 然后或者说投资者说 我为什么把我的钱 我说澳元 我干嘛花了英镑去英国投资 投资什么呀 有什么好投资 你们能乱的一套糊涂 我们澳洲还挺好的 现在澳元还在 0.64左右 都没怎么太跌 是吧 澳股我们看到 这个银行股 非常坚定 首先澳股 它本来就没有太跌 比起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 美国三大股 澳股它本来就没跌多少 然后这个四大银行 在这个关头 就是在金融市场 在接受另一次考验的关头 我们看到 四大银行里的 这个NAB WBC 两个是非常坚定的 比大盘要稳得多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说明澳洲 它现在是一个 在这个乱世当中 它还是起到一个 避风港的作用 大家想想看 在屡次世界大战里面 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 就是日本人的这个 飞机开过来 炸了这个达尔文港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被扔过一次 核弹是谁干的 是英国人自己干的 在澳洲 应该是在本土的 西澳还是南澳的 什么地方 核爆破过 其他就没有什么情况了 所以澳洲 在这个天下乱的时候 我觉得澳洲真的是 一个一个避险 澳洲的资产是避险的 澳洲这个地理 环境也是 也是非常非常的 有优势的吧 所以说 大家在做这个资产的时候 汇市也好 股市也好 一定要把这些地理方面的 我们今年就是 叫什么地缘政治 冲突嘛 对吧 Gio political conflicts 一定要把地理的环境 考虑进去 澳洲的这个 风险的这个 投资者对澳洲风险的 这个偏好 考虑进去 然后再去说 我要去穿裤衩 去做多英镑 这个想法还是危险的 可能到时候裤衩都没有了 好了 那么今天已经讲超了 四分钟 所以技术分析 本来是想给大家讲一下 石盘讲一下 但是时间不够了 我们把它挪到 10月份的第2个周三 10月份的第2周三是12号 10月份的话 12号、19号和26号 10月份的后三周 都是达友老师和各位 一起分享市场 所以大家觉得 今天觉得挺好 大家走之前 我想听一下大家意见 大家觉得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就是讲美联储的这个官方数据解读 解析这个环节 还有第二个就讲这个诺蒋德主的 他们提出的这个理论 以及资本结构 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我想听一下大家想法 大家可以在Q&A里面或者是这个 chat里面给我说一下 第一个环节打1 第二个环节打2 看下大家怎么想 然后接下来会带来更多相关的 更加relevant的contents 1 ok 1 ok come on 好的 哈哈权里说1和2都很好 好的1 2都很好 也可以也可以放上来 1和2 1哦2 ok 1和2 ok 1和2 2 all right 哎我看还有好几十个听众朋友挂在线上 不说话 1 1和2 ok 都都喜欢 ok ok nice nice 哦 Q&A里面有很多 ok 1和2 all right 好的好的 好的 感谢各位的feedback 那么下次 呃10月份第二周 我们再给各位带来 啊更多的干货啊 像1和2这样的带来更多给各位 然后呢争取我们再把这个 这次落下的技术分析的东西 补上 好吗 那么就今天就在到这为止了 啊 祝各位 happy trading bon voyage goodnight 这样一边 好好的 我们等于是 这个节目的 受钱 开始 感谢观看